市長早 所語會首長 媒體記者朋友以及受獎的來賓們大家早 頒獎 首先感謝捐贈本市倫狀病毒疫苗的民間團體 第一位是台中市山海豚診所協會 請理事長魏崇耀先生上台受獎 第二位是台中市診所協會 請副理事長謝溫國先生上台受獎 兩個協會聯合向葛蘭素史克藥廠籌目了疫苗 共捐贈了780劑的倫狀病毒疫苗 我們請兩位受獎者一起與市長合影 也請衛生局局長一起上台合影 輪裝病毒疫苗提供給本市的低收中低收入戶 以及原住民家庭的6個月以下幼童免費接種 我們再次感謝協會以及藥廠的共襄盛舉 接下來表揚本市參加第43屆國際技能競賽獲獎的同學 首先獲得平面設計技術銀牌獎的是明治科技大學 請王引玲同學上台受獎 獲得器專銀牌的是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請湯家豪同學 資訊與網路技術獲得銀牌獎的是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朱培華同學 獲得美髮男女美髮銀牌獎的是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楊溫蒂同學 CNC車床銅牌獎的是國立情藝科技大學 陳志銘同學 CNC洗床銅牌獎 國立情藝科技大學 賴幼魚同學 汽車板金打型板金優勝的是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廖學志同學 花藝 花藝優勝的是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柳浩雲同學 電器裝備室內配線 優勝的是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高佑忠同學 綜合機械優勝的是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黃建豪同學 最後一位餐飲服務優勝的是國立高雄參理大學 陳文藝同學 我們請所有受獎的同學以及家長以及師長們一起上台合影 國際技能競賽被譽為技能界的奧林匹克 這次在由巴西的聖保羅主辦 本市的選手共有11位獲獎 獲得了三贏三童五優勝 成績非常的亮眼 來 放這邊 來 一二三 好的 恭喜你們 恭喜所有獲獎的同學 接下來表揚執行人命救助以及緊急救護勤務的有工單位 首先是執行今年8月16日和平區大甲西台八線32.8K處民眾沙州受困的救助勤務案 第一位是消防局和平分隊 請小隊長楊兆豐先生上台受獎 台中市山難搜救協會 請理事長李承信德先生上台受獎 接下來是執行8月16日太平區長心橋沙州受困人命救助的勤務 消防局太平分隊 請小隊長謝永豐先生代表領獎 消防局國光分隊 請小隊長沈國棟先生上台受獎 接下來是執行8月17日南屯區五全西路法子7橋下的民眾沙州受困救助勤務 消防局南屯分隊 請隊員蔡秀女女士上台受獎 消防局工業區分隊 請隊員張亞軍先生上台受獎 消防局西屯分隊 請隊員陳柏馮先生上台受獎 接下來是執行8月16日北區華美街二段民眾燒炭自殺成功挽救生命的 是消防局中港分隊請隊員柯建旭先生上台領獎 消防局文昌分隊請隊員江世元先生上台受獎 最後是執行8月21日龍井區中央路二段198項緊急救護案件的 是消防局龍井區分隊請隊員張智遠先生上台受獎 我們請所有的隊員們一起上台與市長合影 也請消防局局長一起合影 恭喜今天所有獲獎的單位以及個人頒獎到此結束 研考會報告 今天9月14日召開第222次市政會議 首先報告出席情形 陰道人數69人 十道人數68人 其中黃秘書長公駕 太平區區長公差由張副區長代理出席 清水區區長公差由陳主任秘書代理出席 今天也是包括全體我們29區的區長都出席的市政會議 剛剛我們也頒發表揚跟感謝的獎狀 給參加國際技能競賽 現在代表台灣得獎的這些年輕朋友 都是台灣之光 那現在是行行出狀元 台灣已經進入一個多元的社會 以前是市農工商 好像凡事一定就是要讀書 然後考試 然後科舉 然後十年寒窗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之 但是現在已經可以說各界都有達人 都是台灣之光 所以在國際技能競賽能夠得獎 這是很不容易的 在這麼激烈的競爭裡面脫穎而出 所以我們在市政會議表揚 最主要是要能夠來讓社會更了解 行行出狀元 各行都有達人 那麼這些台灣之光 也會在他自己未來的人生 不管是創業 或者是就業的這個過程當中 會發光發亮 那也是可以作為示範 給更多在學的這些年輕朋友 他們可以立志 要做出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 因為這些得獎 大部分都是應用性的為主 這個是厚得 這個 就是說 立生 對於這個社會是有幫助的 這樣的一個貢獻 這個是意義在這裡 另外是感謝剛剛的 包括消防人員跟民間的救難人員 其實每一個表揚 其實我在想背後都有一個冒險的故事 要救人的時候 你可以想想看 在深山 在大樓 在火場的 這些地方 都是冒著生命危險 那麼也讓我們去要反省 就是說 我們 就是 這麼多的災難 有些是天災 但也有 相當部分是人為造成的 那怎麼樣去避免 去避災減災 那自己每一個人如果珍惜自己的生命 當然不至於至於險境 那 要去感謝救災的人之外 可能要 有個同理心 救災的人真的是冒險泛濫 可能還沒有救 成 這個 這個 要被救的人之前 救人的人可能已經 搞不好犧牲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成空 可以就是說 好像是一個光榮 給他們表揚 可是 有很多在救人的過程當中 犧牲生命 或者是可能 造成這個 殘疾或其他的 這個 就是 重大的這些 傷亡 這情況也常常看到 這也是我想 藉此 讓社會大眾 可以更珍惜自己 的生命以外 也要 能夠 真正的是 尊重他人的生命 好 那麼今天的一個 市政會議的報告 因為時間很緊促 我們在10點半 之前要結束 待會要到議會 程序委員會 進行 這個有關於 就是 我們召開臨時會的報告 包括追加預算的一些說明 所以我們就 會加速來進行 那我先簡要 就是今天的報告案 當然有兩個 一個是跟總預算案有關 下年度的整個編列 他的一個 稅出 出稅入 主要反映我們 施政的 一個重點 這個 就是要說明 然後也讓社會了解 就是 另外一個是 有關登格勒的防治工作 現在 可以說在南部 有一些失控的情況 疫情不斷地在攀升 那麼在台中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也有一些 這個 病例 這個已經累積 一定的數字 那從 我們衛生局的資料 到 昨天為止 全台已經有9400個 這個案例發生 那台中市是有44例 那其中有第一例的本土確診個案 是在7月19號 的時候就出現 到目前累積是22個本土的個案 另外有一些是 就是說 就是 出國 可能就是 受感染 那返國之後 就是 診斷 發現的 那就是說 這個情勢的發展 不容 我們有樂觀的空間 這種 傳染病 它有一些 就是週期性 你看 去年在高雄 盛行 今年到台南 那 就是 一些防疫專家 公共衛生的一些學者也都會表達 這個 這比兩年來 這個疫情都還可能會 就是出現 甚至經過 這個不同的型態的這個混合 而產生就是 更大的一個威脅性 所以我曾經講過 要做 防疫 工作要做最壞的打算 做最好的 準備 這不是一句口號 是要落實為行動 那麼 我也請教過 我們 我們 就是 整個 醫療衛生 我們的 最高顧問 他也 來到市府 跟我們做了一些解析 那也了解市府現在的作為 也跟我們一些建議 也就是說這個疫情的 從南到北的擴散 是一個趨勢 只是速度 跟這一個 它的一個幅度 的一個變化的問題而已 那麼 既然有從高雄到台南 也就有可能到台南到台中 那台中 我們如果能夠做好 防疫的工作 當然也可以 就是 這之間就 有效的 阻止它再往 北 或其他地方來擴散 所以我們承擔的 也是一個 很前線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責任 那所以最重要的是 就是 要成立一個 防疫的 應變的 這個 機制 那我們也已經 就是在今天市政會議之前 已經成立了 台中市登格勒防治中心 那請 就是 由我本人來擔任召集人 然後由衛生局長來擔任 這個 登格勒防治中心的 執行長 那各局處 就是接受 這個 防治中心的 就是說指揮 把我們 平常的政府的 組織 轉化成一個應變的組織 那 這是危機處理很重要的一步 平常沒事 常態性的政務 我們分工 這個 按照這種 比較官僚化的 這種常態組織 但是 應變就像打仗 跪在 就是說 能夠 兵貴神術 能夠快 很快速的掌握 情況之後做反應 因此 因此就是衛生局 因為對這一個 跟格勒 他有他專業 的知識 還有周邊的這些 不管人力 或者是 配備 所以由就是衛生局來 站在第一線 來 就是統和 來做一些應變的措施 那 這一個 副召集人 我會請潘副市長 來擔任 來進行跨局處的 協調 那談到環境衛生 就是基礎建設 當然是最根本 如果平常有做好 像這一些 就是 下水道的工程 這是一個例子 那就不用 就不會有文營資深 加上我們的環境清理的習慣 定期的大掃除 然後平常的這個社區性的 能夠 就是自己的環境 自己來維護 那麼也因此我在上週 有去視察了 台中市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那 有水利局也提出 就是目前在幫助一些 一些 就是 就是 後向的一些接管 那這個普及率 我也定出的目標 根據現在水利局的 就是可以 編列的預算 未來四年將投入 93億元 的經費 但包括中央的補助 那來提升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 因為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 是城市 進步的指標 也是一種良心工程 那我們必須加緊腳步 至少 在 2018年之前 能夠達到25%的普及率 然後在 2022年 能夠至少達到37%的普及率 那同時本市府也規劃五座新設的水資源中心 擴建原有的兩座 這個 讓污水處理 除了可以改善環境以外 可以再 再生水的利用 提供給工業區來使用 可以成為一個生財的工具 那麼這個是最低標準 我還是請水利局 能夠更有企圖心的 還是要再提高這個數字 我會請林副市長 來督導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就是早做晚做都要做 那在地下看不到的工程 一般政治人物 是比較不想做 因為這會有排擠效應 普及座路 大家看得到 你站在地下的 對不對 普及座路 沒辦法看得到 但是我說正是 也是一個良心事業 就是最重要的是 要多做一點良心工程 下水道的工程就是其中一個指標 另外在基礎建設方面 當然交通的部分 就是除了軌道運輸 我們持續在推動 不管是大台東三首線 鐵路高架捷運化 捷運綠線現在也已經都復工 然後我們也在第二次最佳預算提出 對於雙港捷運 主要是輕軌的一個設計 能夠進行一個詳細的可行性評估 那有一些 媒體朋友在關心 那以前不是有 做過評估 藍線跟局線嗎 那個評估 後來由市府送到交通部之後 是被打回 那打回就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當然現在必須要 根據大台東的需求 而不是原來台中市的捷運系統 現在是要結合怎麼樣能夠把 比如雙港 這個清泉岡的空港跟台中港的海港 雙港能夠開發 當然跟交通有關 所以這個已經可以說是一個新的 時空環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提出可行性評估 是很必要而且急迫性 所以這個是請交通局能夠 落實來執行 因為早一點把它規劃完成了 我們捷運綠線未來就不會只有一條線 而是會有個路網 至少包括環狀的大臺東三手線 還可以交叉的 十字型的軌道運輸路網 這個台中市這樣子才 孩子才會回大人 這是很重要 那另外在 無軌的運輸 非軌道的這種公路系統 我們三環三年也不斷在推進 除了東風快速道路 就是部分復工 部分送二階環評以外 這個是很負責任的態度 環保很重要 但不能反建設 我們一定要在建設跟環境保護之間 取得最大的平衡 這才是永續發展 所以怎麼樣能夠做到 兼顧建設與環保 這個也是對我們市府團隊的一個考驗 該停的我們也停了 比如說像這個 攬車的一個計畫 因為連土地取得都有困難 可是有一些已經 進行的到一個程度 我們怎麼穿著衣服改衣服 就考揚了我們的 這一個執政的能力 這裡面很代表性的一個是 白海豚館 這個已經改成海洋生態館 另外一個就是大安媽祖文化園區 六億的預算都已經發包了 都在做了 那沒有有基座沒有神像 當然我們如果民間要募款 我們來輔導他 現在也有台灣媽祖聯誼會 已經通過衛福部的許可 可以募款 我們樂觀其成 因為要做那就要把它做好 所以這個周邊的一些工程 我也請建設局一併的去檢討 因為預算的編列必須要務實 不能夠虛編但是也不能夠 就是掃編 過去的很多的工程常常 就是說不斷的追加 我們要做到精準 可是有一些不是我們在任內 之前就已經決定了 我們要把它做好 有必要能夠把連外道路 或者是一些周邊的設施弄好 你不弄好的話 那就是為了消化預算 把工程做完不能用 那也不是不負責任 這一點一併跟大家說明 那在交通建設的進展上面 大概主要有國道4號台中環線 這個豐原彈指段的可行性研究 已經獲得行政院的審議通過 那這一點工程就要進入設計的階段 然後從2017年之後陸續可以發包施工 那該工程如果完成之後 將可以使台氣勢線 就生活圈道路所謂的內環 這個能夠連接到中環 也就是包括國道4號 那就可以串聯3號1號 那這個是一個中環的工程 有效可以紓解 就是國道1號大雅道豐原段 大概20%的交通量 也可以帶動台中整體區域的一個發展 那麼另外一個很重大的工程是東山路的 這個129線 那麼就是從到中興嶺 這個拓寬工程 那最近大家都知道新設又辦花海 一方面引來人潮 但是也引來了車潮 那塞車之苦大家都在抱怨 所以怎麼樣盡快的能夠來打通 這一些周邊的道路 這個就是能夠來實施 這個尤其在今年還沒有完工之前 因為完工是在2017年 上半年 那這個拓寬工程在進行當中 也會要進行車輛分流管制 就在花海進行的期間 這個交通局 警察局 都已經有所規劃 那麼另外一個跟交通有關的是 我去視察了所謂綠斑馬人行道 那這個部分我們最主要是集中在學校附近 就是通學的一個區域 所謂學安計畫的一部分 不只這一個綠斑馬的這個人行道 周邊的棋樓 就是整個環境 以學校為主 就是一定範圍內 要徹底的把這一些路障排除 這個是保障學生安全 它不要讓學生去走在馬路上 那麼我覺得除了校門口之外 要延伸 比如說多長的距離 100公尺或多少 你們去進行專業的評估 讓這一個步行的環境都能夠改善 成為一個人本的交通環境 那因為這一個是社會很支持 比如在神岡 有一些店 在禁油 什麼都放在樓的 有的都在騎樓 那導致學生放學 上學的時候 跳來跳去 要不然就經過了也很危險 那我們改善之後 其實地方也都很支持 因為這個部分是安全的問題 不容妥協 最後我想就是有關於財政的部分是 待會兒會有詳細報告 財政是肅政之母 就是說 台中現在在新的階段 剛和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就像小孩要長大人 我們都要知道把身體 那個體質 筋骨都要照顧好 所以我們有一些創造性財政的思維 反映在預算上 不同於傳統 好的 有時候為了 就是 這一個 就是 亮露為初 那麼 我們也同時有亮出為露 這樣的一個財政的一個能力 那才能夠讓財政有一個正向循環 不會啊 最後桌金見走 那麼 財政也赤製一堆 建設也沒有 所以我們必須要投資 可以創造民間 就是發展的 這樣的一個基礎建設 比如說大台東三首線 我們把交通配合 場站周邊的土地開發 那政府所持有的 這一些土地可以增值 增值之後啊 民間發展也會有稅收 所以這整個發展 重新檢討之後啊 市場率就夠 我們就送到了交通部 他們也在審查當中 那麼節流當然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也對一些法定的預算 過去編列不代表我們未來要編列 還是要有零基預算的思維 那這個盡量的 能夠啊 就是刪除一些不必要的 就是執行力也差 然後就是 比較煙火式的這些預算 省一分錢就是賺一分錢 好的想法 好 以上 那我就做這些 這個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兩個 專案的報告 來 請 專案報告 第一個專題名稱為 105年度 台中市地方總預算案簡報 請主機處 蔣署長報告 請 市長 副市長 各位首長 大家早安 接下來由 主機處報告 台中市105年度總預算案的簡報 那簡報的部分 我們分兩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歲數歲出的總預算案 第二個部分是 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特別預算案 在105年度 我們地方總預算案的時候 我們包含三個項目 第一個是總預算 第二個是特別預算 第三個是附屬單位預算 那因為2018我們要辦花博 所以我們在從明年開始到 105到108年之間 我們辦一個的花博的特別預算 那總預算案的部分 在105年度 我們是編列了1273.6億 那這個和104年度的我們的 現在的 今年的法定預算數的比較是 1135.56億 那我們增加了138.04億 這比例是非常高 是占12.16% 那特別預算案 在等一下會報告它的總收支金額 那我們在105年度的執行數是33.1億元 那104年度是沒有 那附屬單位預算案 我們總共有19個附屬單位預算案 105年度編列的是497.96億元 那看104年度 485.08億元的比較 我們是增加了12.88億 這百分比是2.66% 那在公務預算的部分 我們總預算案和特別預算案的話 我們都是由公務預算來支印 那在105年度它的總計是1306.7億 那當然和104年度的總預算比較 是總共增加了171.14億元 那這個增加的比例是15.07% 那在105年度附屬單位預算裡面 我們有新增的一個台中市的產業發展基金 那接下來是有關稅入的部分 105年度我們稅入總額是1075.55億 那它的第一位來講的話是稅客收入 它占了百分 編列是653.3億 占了60.70% 這是我們主要的裁員 那第二個就是補助收入 我們編了244.76億元 占22.76%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很大的一筆收入 那今年我們有編了一個營業 營餘及事業收入53.76億元 這個也是支助我們市府建設的主要的來源 那這個和本年度的稅入 105年度的稅入和104年度的比較來講的話是 105年度稅入預算數是1075億 那104年度是946億 我們是增加了129.54億元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財政局會做詳細的補充報告 那在稅初來講的話 1273.6億裡面 我們的支出最大的 第一位是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佔了437.88億元 佔了34.38% 那第二個位是經濟發展支出 我們編了304.33億元 佔了23.9% 那再來就是社會福利支出 我們編了164.05億元 這個佔了12.88% 那這三大項是我們市政府下年度的主要的支出 那如果說以下年度的預算和本年度的預算比較來講的話 105年度是1273.6億元 104年度是1135.56億元 我們增加了138.04億元 這個數字是非常大 那我們有關一般政務支出 是增加了8.14億元 那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在表列上是增加了100.4億元 那這個主要有一個變革就是說 我們教育人員的退休輔序 在之前我們是和我們一般公務人員是編在一起 那因為要和六都做一個同基礎的比較 所以我們在105年度 把教育人員的退休輔序 我們編到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向下 那實質上教育科學文化的支出 我們還是有27.34億元 那經濟發展支出 這個部分是我們成長最大的部分 我們成長了78.41億元 那社會福利支出 我們成長了22.85億元 社會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我們也成長了5.97億元 那退休輔序支出 因為科目疑慮的關係 我們就有減少 那警政支出我們減少了4.53億元 這個部分要跟各位特別報告 因為警政依然是我們很重視的項目 它在數字上減少 實際上它的支出是成長 因為在警察局在檀子 有一個新建辦公大樓 還有大雅分局的新建 那它所有的預算都集中在去年編列 那105年度來講的話 等於說是在接近完工階段 所以沒有編相關的支出 所以它的金額就會減下來 那有關我們經濟發展支出裡面 我們增加了78.41億元 這個裡面是包含了交通支出 農業支出 工業支出等 項目都是在屬於 經濟發展支出的正識別裡面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 花一點時間跟大家報告 我們在主要支出項目裡面 增加的項目 還有延續性項目增加的經費 那在經濟發展支出裡面 我們第一項是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在105年度我們編了57.6億元 但是我們後面有一個數字 上面是40.2億元 那這個是增加的數字 就是說我們57.6億元裡面 有40.2億元是比去年增加的 就是等於說105年增列了40.2億元 那捷運烏日北屯文新縣建設計畫 我們編79億元 也增加了3.6億元 那公共自行車租證系統 就是i-bike部分 我們編1億也加了4500萬 那鐵路高架化 我們台中車站 增設客運轉運站等工程 配合款我們編了2.5億元 這個部分也增加1.6億元 那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我們編了4億元 這個部分我們加了很多 對於青年方面的照顧 我們加了3.5億元 那全貓捷運計畫 局定安樂死配套措施 我們編了3000萬 那在去年只編1000萬 我們在今年編1000萬 我們明年增加了2000萬 這等於增加了百分 增加了兩倍 那社會住宅開發的部分 我們有幾個地方 大理光震段 風源暗框段等 編了1億 那這個部分我們總經費 是要有9.4億 我們分年編列計 分年編列預算來執行 那這個部分 這一頁所列出來的大部分 都是新增計畫 我們剛才報告的大部分 是延續性的 那陸品專案計畫是 市長今年上任以來 在追加捲運算裡面 曾經有編列過 陸品專案計畫 那我們在105年度 我們繼續辦理 陸品專案 我們編6億元 那三角排水 上游新闢水稻工程 南山接水溝計畫 我們用地費 編了9.6億元 那這個部分 是改善海線地區淹水的問題 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那安全優質新武農及福島 營農計畫編了6.1億元 我們這主要是要 那個配合農業發展基金 來辦理相關農業的事項 那濾川環境營造 及排水整治計畫 我們編了4.7億元 那這個部分 有部分是 濾川整治會沿到 康橋計畫連接的一些計畫 做好的話 對整個台中市區的 那個環境 會影響很大 那再來是 這跟公所比較有關的 就是本市匣區公所執行 小型工程計畫有3.9億元 這個是以前沒有的部分 我們在105年度新增 路頻燈亮水溝通 是市民的共同的期待 那有些小型工程 在市政府有的時候 會忽略到 沒有辦法注意到的部分 那我們特別明年 就編了3.9億元 讓公所來執行 捷運污日文興北屯縣 土地開發 基地共構工程 我們有編了7.9億元 再來是青年創業 及中小企業貸款 我們編了1千萬元 那新辦的是 太平區域玄段的社會住宅 新辦我們編3千萬 這總經費是7.9億元 那8年 100萬都市林的值數計畫 我們先編了5千萬元來執行 再來就是我們很重要的轉運站 豐原水南及烏日轉運站的規劃設計 我們編了3千萬 那以上是經濟發展支出的 比較重要的項目 當然還有很多項目 我們沒有辦法全部努列出來 跟各位報告 那接下來是我們支出佔第二位 增加佔第二位的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有關文化局主管預算 我們在105年度 我們今年編了特別多 因為這個部分在文化支出 在整個6度比較來講的話 台中市是比較偏低的一點 那我們大約是編了14.9億元 和104年度的10.9億元 我們增加了將近4億元 當然我們是億元為單位 所以說會有一點點的微調 那國中小的校舍整建 我們編了6.1億元 這個和104年度 我們增加了5.7億元 那各項藝術文化活動 我們編7千萬 那這個部分也加了很多 我們是加了6千萬 和今年比較 那另外是古蹟歷史建物 在修復再利用計畫編了1.2億元 我們也加了8千萬元 那另外就是台灣 影視基地興建工程 影視發展基金匯集 台中電影節 我們編了2億元 這個部分我們也加了1.7億元 另外是青年希望工程 青少年生涯發展教育計畫 我們編了5千萬 那我們繼續辦理各運動中心 就長村 南屯長村中正大理壇子等 我們編了5.1億元 那接著是托育一條龍 幼兒學前教育的補助方案 我們編了11.5億元 再來圖書館整建 及興建計畫 這個編了1.4億元 那另外一項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 特別編了一個 東山高中辦理台中市 游泳訓練中心場館的興建工程 編了5千萬元 這個總經費2億 這個對於培植我們游泳選手的 那個意義非常大 那我們支出成長第三位的社會福利支出 我們第一個項目是 托育一條龍的經費 我們編6.1億元 這個部分我們增加了4.4億元 那其次是生長級低收入各項補助 還有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輔助 等我們編了58億 這個部分是非常大 我們是對中低收入戶經濟弱勢的 照顧非常重視 那我們和104年度比較是增加了8.5億元 那其次是低收及生長社會保險 以及最低生活費兩倍以下的國民年金編7億 那這個部分也加了1.4億 那另外是父母未就業 家庭育兒津貼 生育津貼及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 我們編了10.8億 這個也增加了2.5億 再來是65歲飲法族假牙裝置計畫 我們編4億 和104年度的本預算比是增加2.2億 那我們在本年度 104年度的追一追二裡面 我們分別另外都有追加預算 再來就是假新社會福利中和大樓新建工程 我們編5千萬 這個增加了4千萬 這是分年計畫 再來是補助多利聯本中毒患者 三級衛生金及醫療費用 編了2千萬 雖然2千萬看起來不多 但是在104年度我們只編了3百萬 我們比104年度多增加了1千7百萬 比例上是非常大 接著是創業服務平台 災新計畫我們編了5千萬 也增加了2千萬 新建非營利組織 志工發展中心我們編了1億 老人共參 社區關懷拒檢及脫老計畫1億 充實社工人力計畫編了6千萬 一里一六零的行動教室計畫編了2千萬 那以上這些都是有些是延續新計畫 有些是新增計畫 那請大家參考 那接下來報告我們105年度 總預算的金資門的配置情況 我們105年度總預算是1千273億 其中金長門是編了947.2億 那和104年度的894億比較 我們是增加了52.9億元 那這個部分百分比增加了5.92 那資本門是編了326.4億元 那和104年度的241.26億元 比較增加了85.14元 那這個部分是增加了35.29% 比例上是三分之一 是成長非常高的 那以上是對於總預算的部分的 簡單的21的報告 那接下來是有關花博特別預算的部分 那2018台中世界花博博覽會的特別預算 我們期間是105年到108年 那我們的稅入概算數是總共編了69.19億元 其中規費收入的部分 我們是佔了20.01億元 財產收入是2.8億元 補助收入是43.38億元 捐獻及贈予收入是3.03億元 那有關補助收入的部分 我們因為稅初概算總預算目前是 合列的是86.75億元 我們比照台北市之前 辦理花博中央補助的模式 是對半補助 所以我們列了43.38億元 但是在105年度執行的33億元裡面 中央已經有確定補助文號的部分 是15.35億元 那未取得中央補助文號的還有28.03億元 這個部分我們會在以後年度 繼續向中央爭取來補助 那稅初概算部分 我們是變了86.75億元 我們分了幾個主管機關來質詢 有關建設局主管的部分是33.96億元 交通局主管是4.78億元 農業局主管是39.36億元 觀光局主管是4.9億元 水利局主管是2.8億元 我們還有編了一個 預備金是9400萬 那在我們是 花博特別預算是105到108 那我們分年來執行的分年表是這樣的安排 在稅初的部分 105年是33.1億元 那106是17.23億元 107是19.9 108是16.5 總共是86.75億元 那以上是花博預算的檢要報告 好 謝謝 蔣處長 那個在財政局 我們林區長報告之前 我先提一下 就是說 所以總預算 這個 就是說稅初有增加 稅入也有增加 那稅初我們 增加了138億 稅入增加了129.5億 這個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 整個政務的推動 就是增加 所以稅初稅入都有這個部分 那這樣子 大概如果就財政上來講 是略有增加 不過就是整個部分 這個我想請財政局長來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要建設要有支出嘛 就要有稅入 要怎麼去編列這個稅入 這個是一門學問 來 請 謝謝 謝謝市長 三位副市長 副市長 副民長 各位所長 各位區長 媒體朋友大家早 我想 台中市 在 合併升國以後 經過了4年 那麼我們碰到的是一個 財政上面 比較嚴峻的一個考驗 但是 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市政府團隊 對於過項稅入的努力 那麼 昨天次 在整個稅過收入來講 剛剛 蔣次長提到 我們 在 一百零五年度 台中市自己主行的稅過收入 四百一十億 中央給我們 特別統籌的部分 兩百四十三億 所以 稅過收入 是 六百五十三億 那麼 這個市值裡面 增加的部分 我們自己的稅過 叫 整個來講 就是增加了四十九億 中央給我們 統籌增加的部分 是三十六億 那麼 所以稅過收入 總是四十九億 那麼 剛剛市長提到 我們 增加了 租出的規模 錢 從哪裡來 那麼 我要報告第一項是 我們稅過增加 就是四十九億 還要五十億 那麼 這四十九億多 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是 不是有關稅 所以 我要跟各位報告 我們編列都非常佛事 那麼 從 增加的部分裡面 我們自己收入 大概一百十幾億 中央給我們 三十六億的 土地統籌 所以 合起來四十九億 要五十億 那麼 其他部分 感謝 鄭政強 在 平均地選的部分 我們 下年度 編列的是 五十三億多 但是 其中 八億多 是收支隊的 我們要行什麼 行平均地 一交集 讓我們遂行 就是會解決 台中市 稅間市 醫肺 還有我們動保市 當時 用他的爹尾爹 那麼 這一部分 拖了十幾年 大概是 從後面就跟他說 你要欠人的錢 你想不給人 我們這一次希望 右手腳步 左手我們還給他 把這個帳 消除掉 以後就沒有這個麻煩 那麼所以 收支隊內 十八億多 真正腳步的市值 是四十五億 四十五億 從哪裡來 我要特別報告 我們只要就是 部主七段徵收 來內有 幾十三萬別的土地 七公 七點七公斤 二點三萬坪 一坪地三十萬 應該有七十億 那麼 我們裡面 發出一部分 要改社會住宅 那麼我們請他提供 差不多四十五億 的土地 還有新光重圍區 太平重圍區 這一部分來腳庫 協助市政府 在海政面 能夠來完成 以下的幾個 剛剛報告的這些 稅除的部分 那麼我想 我想 也要感謝 各機關 對於爭取上級補助的部分 爭取了 兩百七十四億 那麼一般性補助 一百零三億 計畫型補助 一百四十一 所以 合起來 兩百 兩百四十四億的上級補助管 那麼中央對於 這個 補助管 還有 氣燃會的部分 有做了重大的修正 剛剛提過了 我們的 特別統籌 給我們增加 還有一項就是 氣燃會的部分 我們增加了 下年度增加了二十四億 那麼這個 不是列在補助管 而是列在 歸費收入 所以 我們一百二十九億 錢從哪裡來 一個是稅購收入 一個是營養腳步 再來一個氣燃會 再來就是財產收入 因為我們清理了 許多財產 感謝副市長 對於我們 非公共財產的部分 我們積極的清理 那麼財產收入 明年 我們資本收入 是增加了六億 我們準備賣十億的財產 所以一百二十九億是這樣來的 那麼對於 整個 台中市的財政規模 我們一千兩百七十三億 加上特別預算 三十三億等於一三零六億 一三零六億 我們的 稅購收入 佔總預算是百分之六十五 但是佔整體的 包括特別預算的話 剛好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整個在財政基礎 財政穩健度 我們認為還是 能夠稅購收入 就能夠達到總預算百分之十 在財政貧固來講 是一個穩健的 那麼對於 最後一點 我們整個收債收入 市長在議會裡面 有提供 下年度的收入 我們還是維持 今年度的標準 事實上今年度最佳以後 我們二百一十億 這一次就變一百九十八億 放在這個本預算 所以比上年度還減少 那麼 特別預算部分 中央曾經給我們贏 你就變多少 我就幫你補多少 所以中央給我們十六億多 那麼我們就把 可以幾屆的部分 移到這個 特別預算來 特別預算是四年的預算 我們整個把它放在第一年 那麼這一部分 我們也放了十六點六億 所以整個加起來 包括特別預算 我們的收債收入 兩百一十四億 在公債範圍 公債法的範圍內 公債法明定 就是說 你的收債收入 最高極限 三年平均值 乘0.84 是我們能夠舉債的 那麼因為三年的 國民所的平均值已經調升了 調升到十五億 十五兆 三千三百億 那麼我們台中市的部分 可以幾屆的部分 可以達到一千三百三十八億 那麼如果大家還記得 今年的一月一號 也就是去年十二月三十四 台中市的舉債 已經達到九百六十三億 我們當時的舉債空間 只有剩下三百二十億 那麼我們 經過結算以後 增加了一百五十三億 但是我們增加預算 用了二十億 所以我們舉債空間 在今年度結束的時候 我們增加是一百三十三億 所以 從這個 重新核算 台中市口舉債規模 一千三百三十八億 那麼減到 今年度已經借的部分 我們還有八百三十億可以 擠債 那麼所以 今年度整個債務規模 來講的話 台中市的部分 我們原來寄望 在水南區段徵收 這些土地 如果 處分 那麼有很多言語 可以抑制到市庫 來作為台中市的建設費用 那麼 從這一部分來講 因為工程還在繼續進行 那麼這一部分完全 我們沒有列為 這個 在今年度 這個 腳步的 這個範圍內 還有一點 我要補充 就是 大家說 中華民國漫漫稅 那麼 我們事實上 台中市 市庫收到的稅 大概只有九種 第一個 是 土地增值稅 我們列一百三十六億 所以部分 我們減少了 減少了 表示我們穩健 對於下年度的這個 減少了六億六千多萬 我們就是不預估這個地方會成長 低價稅部分 也減少 在這一部分明年度 可能 可以調整低價 那麼我們列為明年度 如果可以調整低價 增加財源 作為追加財源的一個來源 那麼 七稅部分 我們也減少六千多萬 印花稅減少一千 一億四千多萬 遺漏稅的部分 也減少了 所以 增加的部分 是使用牌照稅一億五 還有房屋稅 還有 剛剛我報告的 上面給我們增加的 特別統籌 特別統籌 是從哪裡來的 是從營業稅 全國營業稅 哪百分之四十次來 所得稅 哪百分之四次來 這些錢 過限制 按照你的人口 財政力 來給你分配 我們分配的是 二四三億 兩八七三億 那麼 我想 我們的幾個稅裡面 還有部分就是 房屋稅 我們今年還要減少了 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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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穩健 也非常实在 谢谢 好 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让大家很详细 因为今天议会要召开程序委员会 那我想其他的部分 我们就后续再提供资料 然后也请 我想基本上 我要感谢财主单位 经过一整个 这个夏天的努力 现在在议会新会期开始的时候 有反映我们台中新政的一个发展 落实在预算的编列上 因为台中政 可以说面临一个 要就是升格之后的一个 一个奠定基础的一个发展的阶段 所以是一个大建设的时期 这个当然必须要投入很多基础建设 所以我刚刚看到 这个总预算的税出增加 这个是反映台中 现阶段发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在税入方面 也能够 一方面是相对来增加 来减少这个税出入的一个落差 造成这个举债的负担 那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台中市 有两个 一个除了公债法的举债空间 按照刚刚讲的话 不减反增 除了国家总预算的支出 增加我们相对分类的比例 我们也扣过各种的方式 对一些就是 先前就是可能执行不善 或者进行调整的一些 这个预算项目 做了一些截流 这个也会反映在我们未来 就是财政的一个 就是举债的空间上面 这一点也特别 就是就说 也要让市民来了解 好 以下 我想几点重点 我再补充一下 第一点就是说 就是民主政治 我们政府必须向人民来负责 那其中这个财政的一个收支 必须让纳税人来知道 那尤其是一些 我想一方面要做到 像截流 这个部分请各局处 还是要采取 就是一方面是减掉 三减掉不需要支出的项目 继续努力 另外一个在开源方面 也积极向中央来争取补助 那也设法增加民间的投资 那在预算有限 名利无穷的方向之下 透过公司部门的协力合作 来推动台中的重大建设 我想包括 就是我们现在在推动的像交通局的水南运转中心 还有一些捷运厂站的开发 等等 那同时透过都市计划的手段 也可以 就是来 让市府的财政 可以就是改善 并且用一项社会住宅这些地方 那有一些建设像小巨蛋 这些过去都是要自己编列预算 我们也改成BOT 来促进民间的投资 就像我们最近的洲际棒球场 把它发展为一个棒球运动休闲园区之后 预计也会吸引民间的投资100亿元 类似这样的方式 就是来开辟裁员 来做我们的一些建设 那么第二个就是 本府筹编105年度的预算数 比104年度增加了138亿 那相对的这个 这个税入增加129.5亿 那么这些部分 就是主要用于经济发展 教科文 以及社会福利相关的支出 那么其中经济发展又以交通 尤其是长年以来 我们一直应做未完成的 这些生活圈的道路 那这个是主要的项目 另外当然像陆平 这个治水 相关的这些支出 也是社会所期待 那这部分 因为数目也都很大 一定要加强跟议会来做沟通 争取支持 第三点 新市府的整个新政的一个重点 也不除了就是奠定基础的这些工程之外 也反映在一些软实力上面 尤其是像文化局的预算 就是大量增加 就是将近 这个36%的预算数 从10亿9千万元增加到14亿9千万元 足足成长的4亿 这也要善用 另外一些社福支出 也是要秉持 社会投资 跟创新的原则 尽量不要是去做 齐头式的 或者是一种津贴 能够来 这个提升我们台中的整个社会资本 跟整个社会力 那么再来第四点就是 有关于今天主席处的报告 那么就是请新闻局 也在安排各局处 向媒体能够朋友来报告 那么也提供必要的资讯 让媒体可以了解 跟社会来进行最好的一个沟通 那么最后第五点就是 有关特别预算 我们要举办世界花卫博览会 那编列特别预算 这个部分 那么是秉持 还是要中央补助一半的原则 来加以落实 那这个建设 也会留下来成为台中未来的资产 那么以上 我想就是 先做这样的一个财势 因为时间 我们只剩下10分钟 所以必须很快速的 让我们的卫生局 来做很简要的报告 请 好 我10分钟 来 市长 副市长 包括我结论10分钟 好 那我就讲话速度快一点 本来想慢一点讲 来 各位长官 我们所有的区长 我们所有在座媒体先生 记者先生 大家早 接下来我想 卫生局向大家来报告 这个台中市的登革热防治中心的一个专案报告 这个首先是这个大纲 这个有三项要给各位报告 来 下一张 我自己找好了 来 接下来向各位说明 这个整个疫情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到 整个登革热的流行概况 是以热带跟亚热带为主 所以包括亚洲 美非洲 澳洲等等这些地方 那我们在亚洲地方的话呢 越南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还有这些什么 菲律宾 印度 新几内亚 等等这些地方 其实都是重点 所以这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所谓境外移入呢 这个地方都是这些都是 重点移入的一个地方 那刚才市长也特别讲到 根据CDC整个的确定的病例的话 到今年9月13号为止的话 全国大概有9400例 那么本土的设计有9200例 境外移入大概 就是大概195例 那么现在本土 大部分来自于台南 大部分来自于高雄 那么我接下来 要向各位报告说 台湾的蚊虫大概有150种 那么会传登革热的两种 一种是埃及班蚊 一种是白线班蚊 那这两种呢 其实说明说 为什么是高雄跟台南特别多 因为呢 埃及班蚊它的产地呢 是北回归线以南比较多 那么白线班蚊的话呢 在1500公司以下的 山地平地都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高雄跟台南 刚好是这两个人种mix的地方 这两个空格的集中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了解 这样一个背景的话 就知道说这两种 顺便跟大家说明说 这个埃及班蚊本身 他们都是在外面会产生 那么埃及班蚊的时间 它的母蚊 大家知道蚊子咬人 都是母蚊 你会直接咬人 公蚊不会咬 母蚊的埃及班蚊是30天 那么白线班蚊呢 是15天 那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而且呢 埃及班蚊咬人的话呢 他都是咬 他咬了一点点以后呢 就跑掉了 所以呢 一下子很容易受惊 受惊害 所以你可以知道 他咬了就跑 咬了就跑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在台南会那么厉害 就是因为他 点点点点就跑 那白线班蚊咬的话呢 白线班蚊是一咬到你以后的话 他就要吃饱为止 所以他有点笨 所以他很容易被我们打到 所以为什么说 那南部会跳得那么快 速度会成长那么快 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蚊子的 整本身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态以后 所以我们稍微可以 稍微可以 有一点时间去 去处理我们在台中 所谓我们台中呢 刚好是在北回归线 以北的位置 以北的位置 但是大家要小心 气候暖化 我们不敢讲说他不会来 所以刚才市长特别讲了 我们要做最坏打算 要做最好的准备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年的 这个整个病例数 这个病例数 我想刚刚已经讲了 本土有22 那么境外移路有22 那么本土的22呢 几乎几乎几乎每个都是 都有南部旅游史 那么这个是我向各位报告说 大概从7月49日 我们从台中市呢 第一个本土案例出来以后 一直到今天 其实每一个本土案例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卫生局大概都会 只要他确诊 我们都会监测他30天 为什么要监测他30天 因为我刚刚讲 这个整个白线班纹 他的寿命只有14天 再加上他前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再把它扩大一点的话 所以total30天 大概可以在整个cycle里面 就可以知道说 他有没有会进行第二波的咬人 如果第二波没有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结案 所以到目前为止 到9月14号今天为止 在44个案例里面 我们已经结算了20个 所以另外还有22个呢 现在还在监测当中 到监测到每个到30天 我们就会把它 把它close掉这个案子的一个处理 那么到目前为止 台中的案例的话 都没有住院的 反正就没有太严重的病例 那么接下来向各位报告 我们本市的一些防疫的作为 那么我们在9月3号的话 其实已经在潘副市长召开 整个登革热的流行疫情 跨局处的应变组织 我们根据这个准备 动员和防疫三件事情来做 主要是成立我们市府级的 还有区级的防疫 防治的一个小组 另外呢 我们也拜托各个局处 组定一个窗口 然后根据它的任务分工来做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拜托 拜托现在在座的我们区长 里长呢 去动员我们社区呢 每周来做自身员的一个清理 因为你们才是真正最重要 可以达到这个防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战部队 另外的话我们各局处 也会根据它 根据它每一个局处 所管的这些场域来做 加强的一个清除 最后的防疫的话 我们卫生局会加强整个的处灾 并没有人调查 那我们这边也非常谢谢环保局 过去卫生局跟环保局 都是卫生局做屋子里面 环保局做屋子外面的 我们在这一次 在潘副市长的指导下呢 我们在 只要是有 只要是有个案的话呢 屋里屋外 环保局都全部一起来做 这个是我们非常谢谢 环保局做这样的一个 这是一个全国第一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会 并同我们的 我们各位区长 还有我们民政体系 大家一起来做 外交的一些沟通 那么以下面这一段的 这个防治的中心的话 刚才市长也有 给我们做一些指示 我们会根据市长的指示呢 来做一些 来做一些重组的一个组织架构 那这里面包括 最终 这个我想我就不细念 这里面的一些组织架构 那么更重要的是 我们拜托各位区长的话 在你们区里面去召集 我们的成立环保组 动员组 卫生组跟警政组呢 大家一起来帮忙 再次拜托大家 那么在我们这个台中市 登革的四个策略里面 第一个是自身员的 整个的清除 跟病霉纹的调查 我们希望每个区呢 每周定一天做清洁日 那另外的话 我们呢 我们卫生局也会呢 做整个病霉纹的调查 到从五月到现在为止 全市的每一个里 我们都已经做了整体的调查 只要它的这个整个 病霉纹出有三级以上的话 我们几乎就直接会请 会商请这个 环保局去做清理 那其实环保局跟我说 只要我们说二级的话 它也是已经把它清理掉 所以现在全 全市807个里 几乎都已经清查一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医疗部分的话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这些 该注意的部分 已经跟我们的医院 跟诊所来做一些沟通 请他们做提前的一个通报 另外一个部分呢 我们疫情的监测 我们所有的防疫人员 都是二次想做监测 另外呢 在只要有确定 确定这个阳性病例 在有发生的话 按照法定是50公尺以内 要做疫调 那么我们在台中是 我们宁可做过头 我们不要做不够 所以我们再用100公尺 来做整个扩大的疫调 所以整个控制在 在30天内都会把它完成 最后呢 我们也设各种的专区 来给软人包等等 还包括LINE 来跟我们民众 来做一些风险的沟通 那么以下呢 是我们所有各局处 农业局 金发局等等 这些局处 我就不一一细念 这在上一次的整个的 分布会议 在分派会议里面 各局处已经有 已经有领到 你们各局处各领的一些 工作场域的一些品 请我们各局处呢 拜托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各场域 去现场去看 为什么呢 台南这一次的经验里面 就发觉 这个如果没有去现场看的话 只是公文下去的话 这个力道不够 力道不够 那这个是我们在9月7号的时候 我们谢谢潘副市长来 谢谢潘副市长来 来带我们整个所有的各局处呢 去做一些 并没有我们跟政策员的一些清除 我们要落实所谓的 寻道清刷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作业 尤其是最近的大水 大雨 常常有大雨 大雨过后 这样整个一定要 拜托各位区长 里长 一定要再去查一遍 通常呢 这个如果没有再次查一遍的话 过一段时间 又会再来一次 会再来一次 所以这个紧急的 紧的朋友 我们也 市长 如果我们环保局 如果力量不足的话 我们也可以拜托 实军团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配合 另外风险的配合的部分 那我们在局里面 有很多的我们的line 那么我们也知道 区长都很认真 我看到很多区长 都自己去 自己印很多的文宣海报 来给我们的礼物 在这边 谢谢大家 那么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上网 可以可能请各位区长 自己来download 我们卫生局 很多的一些文宣的海报 那么我想大家也知道 我们在展开 在这整个中张头区域的联防 因为我们在 其实这个人都跑来跑去 张化人常常来台中 所以其实传染病 也是跑来跑去 所以我们在这整个处理上面 尤其这个防疫 是没有所谓区界的 如果发生在整个交界地方的话 我们一定会联络张化 跟南头一起来 做整个清除的一些工作 另外同时呢 我们也会趁着 现在南部 现在很热的时候的话 我们也会去学习 他们的一些经验 希望带回来 让我们可以做 对整个防疫上 有更好的一个强度 那么未来的话 我们希望在整个的防疫中心 能够加强来配合 当然我们刚才市长已经指示了 我们整个卫生局成立 整个防治中心 请各个局处 大家一起来 也请各位区长 大家一起来 这整个的登革热的防治的话 一定要大家一起来 除了我们官方以外 另外也要民间单位 大家一起来 这个整个的防疫 才会做得完全 我想这个是 没有登革热 就没有登革热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刚刚我讲 怎么样把病霉纹去除 只要病霉纹去除的话 这一切都就可以把它做到 整个割除的一些目的 以上卫生局说 简单报告 谢谢 好 谢谢 很有效率 刚好十分钟 好 那我想防治登革热 全民动起来 这个是 刚刚这个报告里面 也很多的 这个未来的因应的事项 我就做简单的才是 因为我们都会再召开相关的会议 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 为做好本市登革热 疫情的防治工作 已经成立 跨机关的防治中心 由本人担任召集人 潘副市长担任副召集人 那么由卫生局长 来担任 这个防治中心的执行长 那其他相关的分组 由各局处 相关业务的来负责 那么不仅要做好 各项防疫资源的盘点 加强准备防疫能力 以及物资 还有紧急医疗体系建立 这些相关的工作 同时也要纳入 专家的意见 包括我们 就是医疗卫生最高的顾问 李明亮前署长 那也要请疾管署 派员来出席会议 然后就是能够 整合中央跟地方的资源 那么以及就是 协调跟台中上话南投 做好区域联防的工作 第二点 登革乐是一种社区性的传染病 只要有病没闻资深源的地方 就有可能发生 那各局处应该依照分工的职权 来落实相关场域的防治措施 请各区长 除了成立区级的防治小组之外 也必须要动员李林 民政系统 更积极地完成社区资深源的清除 另外我也请卫生局 还有一些目的事业主管局处 共同针对各处各场所 尤其是市场 建筑工地 公园 公寓大厦 还有校园等 进行无疫情的抽查 第三点 为了发挥防疫最大的效果 那么同时 就是发挥人机几机的人道精神 那么请卫生局协调派人资源 台南市防治工作 同时也借此 来了解疫情的防治 跟做好相关的准备因应作为 能够这个就是助人也助己 第四点 为扩大防疫效果 依照之前勤留感跟MERS的防疫做法 请卫生局及环保局 启动中张头区域登格勒联防机制 集结三线市的资源 一体来防治 尤其是在召开联防会议的时候 也邀请就是前卫生署长 李明亮先生来出席指导 那么特别最后要感谢 包括除了卫生局 环保局很辛苦 在第一线工作 那民政局因为现在已经纳入环保志工 这个部分 特别能够跟卫生局来密切配合 那么有关于这个就是军方 也表达就是对于一些学校 他们乐于协助来协助清理 请教育局 一方面也代表表达感谢 因为他们对于小学 都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些环境清洁 跟并没闻防治的这一些清理的工作 那就是必要时 尤其是在一些就是大雨之后等等 务必要请各个局处 还有区里也都能够再行巡视 那因为这个是也有一点季节性 如果这个等到天气比较冷之后 那可以度过今年的这个可能的这个疫情的威胁 不过可预期的明年 还是会有这个相关的疫情 那么而且不断在变种 他也这个蚊子也是很厉害的 他也不断在交叉的这个 就是就是几种形态的这个混合 那这样的一个感染 有可能会有新的一个疫情出现 那有时候都讲说 你变什么蚊子 蚊子真的很厉害 作为一个 这个就是病媒文 他的一个一个传媒 那现在要很严正以待 要有一个对抗蚊子的大作战 那要从正确的认识 这一个登格勒开始 就是他本身也可能产生抗要性 他可能也会变种各种方式的发展 都特别值得 我们这个疫情专家的来加以了解 那台湾也确实需要多一点 研究蚊子的专家 这个是包括李明亮前署长 还有那个苏议仁 前疾管局局长 一直在讲的 台湾在这方面 因为从瘧疾 比较就是控制住 没有成为一个 就是威胁的传染病之后 大家对蚊子的认识 就已经 这方面的专家就少了 这也是我想卫生局 相关的单位 未来这方面 要多结合一些民间的专家学者 还有中央的防疫力量 一起来对抗这个登格勒 从消灭 并没闻来开始 好 我们就今天的议程 因为后续有几个案子 我们没有意见 就是所谓的提案 有五个提案跟一个垫付案 那其中有一个是 铺子水资源回收中心 回馈自治条例 上次我才是 请林副市长 把他纳入整体的 这个在做检讨 一并来做规划 但是因为有时间上的 充促性 充促上就是 已经很急 好像就要实施了 我们就先把它通过 那一样并纳入 林副市长 召集会议来进行检讨 这样子的一个提案内容 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通过 那其他的议程 我们也就正式的结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